收費標準的訂定 幾乎決定最後生存的贏家是誰 就拿北北基計程車 過去七年沒獎的費率為例 2015年10月一口氣漲了14% 消費者因此有了選擇Uber的理由 這一回政策革新 交通部在費率問題上 如何考量 外界等著看